在增加的版本 所以當然相對的 有一些功能可能在6 不能做到的在7 就可以做到 那你要去比較 6跟7有什麼差別 那這邊的話有沒有版本 那Java SE 7 SE的話是standard 1的話是environment 所以我們在安裝 基本上是SE 剛剛有同學問到 就是有關Java是要用哪 SE另外有個EE的話 是所謂的Enterprise environment 那通常Enterprise的這個版本 通常是會有商業用途的話 需要會有費用的問題 因為你是用到商業用途上面 那另外有個MVE的話 是mobile environment 就是用在智慧型手機上面的 不過這部分的話 早期Nokia手機有用到蠻普遍的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技術 慢慢它的重疊性跟Android很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很多可能就直接不用M1 而直接就是轉移到Android上面 就是智慧型手機的話 可能就不會用M1這個版本 那這邊的話 是甲骨文並購生羊之後所所發表的 然後解決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整體效應等等 這部分的相關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Oracle 大概花了65億美金 把生羊給買下來 我記得好像是65億美金吧 不過呢 他那個有告Google 就是侵權的問題 你知道他要求民事賠償有沒有 他要求Google要賠多少 65億 沒有他還好 他說60億就好了 我跟你65億買 然後叫人家賠60 應該是60億左右 這還蠻聰明的 等於就是說到時候如果告銀的話 等於是Java只剩5億美金就買到了 但是還一直到第二次都還沒有告銀 所以他幾乎可能還會在上述吧 不過這個都是很有趣的一個新聞 因為這感覺有點像是兩雄相爭 然後彼此之間有點像一些鬥志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些 那他的一個特點的話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 分散式多執心序 還有垃圾收齊 例外處理 那多執心序的話 如果你也多核心 你可以所有你可以一直增加好幾個就是執心序 然後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如果你有記憶體的配置的話 他不像C語言可以自己去配置記憶體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他就是Destroy 就是把他把記憶體收回的話 我們Java不能做到